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乎出现曙光 泰勒斯与凯蒂佩瑞过去先后于约翰梅尔交往中下心结 又传出泰勒斯不骂凯蒂佩瑞抢走她的舞者 因此以歌曲《C-A-D-B-L-O-O-D》朝她 凯蒂佩瑞也以S-W-I-S-H-S-W-I-S-H回径 宝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昨日泰勒斯分享了橄榄之花环 以及一封贴有狗狗贴纸的信件 直接信上写住嗨老朋友 我一直自逃出我们之间的误会及伤害 真希望我们能解开误会 深深觉得抱歉 虽然没看到下面的内容 但不难看出凯蒂佩瑞在努力使出善意 而泰勒斯也开心表示 谢谢凯蒂并非常爱心 两人将持多年的关系终于破冰 让本子们相当兴奋 分分期待能早日看 到两大天后 在音乐上的合作 泰勒斯又与凯蒂佩瑞发脸多年 每连设泰勒斯筛出凯蒂佩瑞的道歉信 反射自泰勒斯爱记 泰勒斯对于凯蒂佩瑞的道歉 感到相当开心 反射自泰勒斯爱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